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我们出台了国家战略加快宽带网络建设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动实施宽带普及提出工程 截止2013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达到了6.18亿户 宽带家庭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40% 去年中国政府又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明确了到2020年宽带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 届时要使基本实现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要达到70% 无限宽带人口的普及率要达到85% 二是深化宽带应用促进信息消费 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营造有利于宽带应用创新的市场环境 促进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 推动各类新兴技术服务、信息服务和应用的蓬勃发展 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已经突破了1.6万亿美金 即时通讯、网络音乐等业务的用户使用率 使用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70% 三是缩小数字鸿沟、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已经连续10年组织实施通讯春春通工程 我们累计投入了近145亿美元 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农村的春春通电化 农村地区的宽带的家庭普及率目前已经超过了20% 宽带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民 迈向信息时代、共享信息社会的发展成果 女士们、先生们 关于全球进一步加快发展宽带、共建信息社会 我们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,应继续加大对宽带网络建设投资的支持力度 鼓励宽带服务模式的创新 促进宽带业务的应用和发展 二是,应该更加关注宽带网络的均衡性的发展 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宽带网络覆盖 着力缩小、数字鸿沟 三是,国际电联应该进一步加强 各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解决全球宽带发展中间 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国际电联的各项工作 并愿于国际电联以及成员国一道 共同为实现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蓝图 贡献我们的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